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中国民党人物列传 我们今天要讲这位是黄埔军校优秀的政治教官 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非常著名的领导人 宣传家和理论家 这个人我非常的钦佩 因为在他的身上 我可以看见在大时代 中国青年身上的那股锐气 能看见中国革命者身上的那股勇气 同时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身上的那股正气 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袖运带英 运带英是在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官僚家庭 他父亲是清朝知府下属的八主官 他母亲出身于世怀人家 自小运带英的母亲 就对运带英和他的兄弟姐妹 实行了传统儒家式的教育 这种教育包括写修身日记 每日三行五身 自办家庭的修身小报 当时运家的这个小报纸叫做我家等等 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教育 是运带英青少年时期学习的核心内容 这也塑造运带英 道德严格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运带英自小就非常爱看书 他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是博览群书 学识渊博 但因为读书太多 太吃 太深入 不注意休息 费紧忘食 所以运带英呢 得了高度的进士 这为他日后的悲剧和最终的牺牲 埋下了伏笔 1913年 运带英考入了武汉中华大学育科 1915年 进中华大学文科 攻读中国哲学 运带英在他的学生时代 就积极的参加革命活动 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5年呢 运带英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 提倡科学与民主 批判封建文化 运带英 他能够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并不是说在一夜之间就产生的 就达到了 运带英实际上经过了无数的思考 和不断的探索 最终才选定了马克思主义 作为他认为可以救中国的道路 运带英1918年 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在中华大学附中担任教务主任 中华大学是创办于1912年的一所私立大学 因为是商业性质 所以当时在中华大学里边花钱就可以买文凭 更不用说混文凭了 那么深受儒家道德影响甚深的运带英 对于这种风气甚为不满 加之当时社会普遍认为以团体增进道德的观念 如蔡元培等人组织的进德会 因此 运带英就期望建立社团 来增进个人道德 以对抗大学里的不良风气 进而改良社会风气 他希望把他所进行的道德实践 从团体扩展到社会 也就是儒家的修其置评的题中之意 1917年1月24日 他与他同窗好友险镇 商量成立了社团 起了个英文名字叫Our Club 目的是巩固交易共同行乐 进行健康之游戏 防止不良社会风俗侵蚀年轻人 后来呢 运带英还曾经想成立过步行会 以体育来增进德育 但这两个社团都没有建立成功 当时运带英就感慨说 如果有一种联合 就会有一种争端 为了能够寻找到一种有效的 可以将社团组织起来的办法 运带英还曾经加入过 武昌的基督教青年会 通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运带英第一次意识到 社团组织需要一套支撑他的理念 需要一个神圣的来源 否则没有办法产生团体的凝聚力 与约束力 在他看来 在青年会中 上帝是基督教道德和教会正当性的来源 这也是能够使得信奉基督教的组织 延续两千年的原因所在 那么运带英他就开始在中国文化中 寻觅与上帝和祈祷相对应的概念 这个时候他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儒家教育 就开始发挥作用 他认为最接近基督教的是王阳明的心学 基督教凭借的是上帝的绝对权威 而阳明心学凭借的是对良心的主宰 阳明信徒的讲道精神 也类似于基督徒的传教精神 曾子的三行五身 发挥了正式祈祷的工具作用 运带英的领悟就是 如果没有真正的三行 所有的报复 都只是若存若忘的 因此运带英决定 仿曾子三行五身之法 勿以省察窃及 易犯之病为主 而且他自信的认为 通过思过 知过 悔过的功夫 三行五身的效力 一定比基督教的祈祷更大 在有了这些领悟之后 运带英就开始做早晚自省闻 并着手建立社团 117年10月8日 运带英与梁绍文 贤镇和黄复生 创立了护诸社 以自助助人为宗旨 仿照基督教青年会 下领营的形式 每日开会一次 每次约一小时 开会时 先静坐五分钟 使社员平心静气 以防不神圣的思虑的干扰 然后同仁依次报告 每日所行 互相批评 仿照基督教主导文 做护利文 用于散会前的吟诵 以提醒社员 要例行实践 这是运带英的一种实际的尝试 虽然他极力想办一个没有宗教色散的社团 但是护诸社的组织形式 非常像一个宗教团体 在每次聚会时候 所念的护利文 和祈祷文极其相似 而良心呢 是护诸社成员一切行为的见证 在护诸会运转起来之后 参议的社员都感觉到 在群体里面精神有很大的提升 表示说成立了半个月 与自己减数身心极有益处 精神也很愉快 在自我教育中 社员们对集体有了更深的认识 认为他团结了一批热情的青年 把自己引向了自我教育的轨道 引向了集体主义的方向 因此护诸会 护诸社发展得极快 半个月之后 就已经扩充为一二三组 并且成立了一个联合会 在高峰时期 护诸社高达五组十九人 在护诸社的影响和帮助下 武昌相继成立了 辅人社 日新社 建学会 武昌人社等等 就在运大英 在如火如荼的发展着 护诸社的时候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 也创立了一个进步团体 新民学会 两湖这两个进步团体 很快就有了书信的往来 在五四铺运动爆发之后 1919年7月14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 出版了毛泽东主编的周刊 相将评论 当时因为 运大英是武汉地区 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将刊物寄了一份 给远在武汉的运大英 运大英通过自己创办的护诸社 在武昌汉口等地区积极的宣传售卖 使得毛泽东的文章在武汉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中广为流传 湖北都军王湛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生源五四运动 运大英挥笔写下了武汉学生被关听解散最后留言一文 声讨和斥责王湛元 毛泽东读完这篇文章以后 集结大赞 临时增刊了相将评论第一号全文刊登 并且复了声明坚决支持武汉学生的爱国运动 毛泽东和运大英这两位湖北湖南两湖的青年才俊 英雄惜英雄 惺惺相惜 1919年9月 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驱除北洋军阀张静尧的运动 驱张运动 在12月份率领复京驱张代表团抵达武汉 他亲自拜会了运大英 在运大英的住处 用毛泽东的话说 座中多是豪英 大家激扬文字 豪气干消 在汉口停留的时间里边 毛泽东和运大英住在一起 两个人经常底足共论时政 所见略同 在驱张运动胜利之后 运大英告诉毛泽东 他在武昌正在酝酿和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力群输舍 毛泽东表示回到湖南以后也要开办一个像绿群输舍这样的宣传阵地 毛泽东毛主席对运大英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依然1936年 这个时候运大英已经牺牲了很多年了 在陕北 毛主席对埃德加斯诺 还曾经专门提起了运大英 他说青年时代有三本书对他影响至深 其中有一本就是运大英编译的考斯基的阶级争斗 同时呢 毛主席也向斯诺介绍了运大英 谈论起了运大英的革命活动 以及自己和运大英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 毛主席当时又说 运大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 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 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中央红军在井冈山如火如荼的时候 上海的党中央曾经发来电报 要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离开红军担任其他工作 当时毛泽东毛主席心里很不愿意 但是准备服从中央的决定 但在这个时候 他以红军第四军前委的名义 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里说道 中央如果因为别相 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 望既派遣得利人来 我们的意见 刘国诚同志可以任军事 韵戴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 两人如能派来 那是胜过我们的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韵戴英在毛泽东心里分量之重 那我们现在带来讲一讲 力群书社 因为力群书社 对于中国的革命青年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阵地 力群书社是在1919年12月 韵戴英受了中华大学附中 创办书报代仇部的启发 同护助社的朋友们商量 决定把护助社 辅人社 黄社 人社 日新社 建学会的朋友组织起来 组成一个联合的社团 120年 韵戴英辞去了中华大学附中 教主任的职务 与林云南 李书渠等人 筹办力群书局 韵戴英个人拿出60元的积蓄 并且动员他的伯父 捐资20元 并将原来 护助社经营的 书贸贩卖部的 35串钱转让过来 构成了原始资金 在武昌 横街头南口18号 租到了几间房屋 临街的一间营业 后面是天井 正屋是一间大厅堂 侧间有两个 一小间做厨房 一小间做会客室 为了节省费用 韵戴英亲自动手 搬运货物 他穿着长衫 戴着近视眼镜 肩上扛着祖父 留下的一人长的旧书架 从街道上走过 学校的工友和路人 看着都很惊奇 那么护助社的朋友们 在他的带领下 跟着劳动 为书店积极地筹备 开章的时候 立群书局 正式定名为立群书社 从开章那天起 书社就有了稳定的收入 不久 韵戴英以他本人 沈光耀 廖焕星等12人的名义 在《时事新报》的副刊 《学刊》上 发表了共同生活 社会服务的宣言书 宣言书里规定了 立群书社的名称 开业时间 书社宗旨 预售书刊 活动规则等内容 那么立群书社的影响 进一步扩大 很快就传遍了武汉三镇 读者络绎不绝 书社呈现出一派的兴旺景象 立群书社的宗旨 是立群助人 服务群众 书社成员共同劳动 共同生活 他们不拿工资 在书社食宿 以其通过办公办读 实行独立自己的生活 同时书社还创办了 立群毛巾厂和俊新学校 作为生活的实验基地 约在因为社员们制定了 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 规定自己授书 送报 做饭和干一切杂物 每天自己整理书报 打扫殿堂 热忱的为读者服务 白天卖书借书 晚上则学习 每晚举行一次生活会 自由发言 相互帮助 1920年春 云在英到北京 与李大钊 邓中夏等建立了联系 开始研究 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立群书社也就成了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云在英和他发起的 立群书社 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呢 这要从少年中国学会说起 1919年7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他的宗旨呢 是以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 以创造少年中国 这个是他的宗旨 一开始的时候 少年中国学会和护诸社 新民学会 绝务社一样 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 我们知道护诸社是运带英成立的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 彩和森他们成立的 绝务社呢 是天津周恩来他们成立的 那么这些青年团体 刚开始都没有政治倾向 他们更多的是引导成员 进行自我教育 培养集体精神 并没有要求社员 有统一的信仰 更多是一个宽泛的道德团体 这是五四时期 众多青年社团 共同的特点 玉带英曾经的学生 护诸社成员刘仁静 成为了少年中国学会的 第一批成员之一 他写信给玉带英 寄去了少年中国学会的 会晤报告和规约 玉带英读了以后 甚为感动 他认为少年中国学会 是一群能够实际为社会做事的人 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 愿意以为同道 所以他写了一封自白信 给发起人 表示他多么期望少年人 能够振奋起来 培养劳动与互助的风气 形成一种善势力 去扑灭恶势力 1919年10月27日 少年中国学会 创始人王光启 到武汉 与玉带英进行了误谈 并介绍玉带英 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 少年中国学会这么一个组织 但实际上 在五四运动前后 少年中国学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组织 在其中 除了像运带英 刘仁静这些 还有更多的 蔡元培 李大钊 陈都秀 胡适 周作人等人 都积极地参与到 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 但是为了实行 城市里的新生活 创始人王光启 在1919年12月4日 提出了成立 攻读互助团的倡议 认为这是新社会的胎儿 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 他的倡议得到了蔡元培 李大钊 陈都秀等人的支持 不到一个月 北京攻读互助团 就成立了起来 1920年3月到6月 于乃英到北京 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在这期间 他经历了北京 攻读互助团 第一组的解散 看到团员们 因为观念的不一样 产生分离 攻读互助团 从实行到解散 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 对于其失败的原因 胡适 戴季桃 李大钊 陈都秀都参与了讨论 胡适认为 这个计划 本身就太草率 戴季桃认为 他们的生产力薄弱 李大钊认为 其内部精神不团结 经济上不能维持 陈都秀认为 其缺乏 坚强的意志 劳动习惯 和生产技能 那王王奇的说法 其实最接近核心 这不是经济的问题 乃是人的问题 而云戴英 也认为 根本的原因是人的问题 所以陷入到 痛苦的思考当中 少年中国学会 或者攻读互助团 到底缺乏什么 为此 韵戴英 于1920年7月 写了一篇长文 怎样创造 少年中国 对这个问题 做出了粉丝 他认为 应该直面问题 不要一遇到困难 就把失败 算到国民性的头上 原因应该是 参加者的 自我改造有问题 攻读互助团中的成员 是在几百个报名者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 却在短短的时间里分裂 这难道不是人 缺乏真心的问题 云戴英认为 这次事业的失败 是心伤带着旧痛 人家笑我们 是一盘散沙十几年了 我们到头 仍是一盘散沙 没有一个群众事业 曾经维持的长久 这次的失败 让云戴英发现 互助社内所公认的良心 在少年中国学会 无法发挥作用 少年中国学会 都是进步青年 都追求个人道德的提升 和为社会服务 然而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良心与琐事 每个人都有 强烈的个人意志 云戴英未必认识到 自己从阳明学说那里 借来的良心 已经不再是天理 没有天理的良心 无法成为至高的权威 无法构成组织的真正信仰 最终也无法约束其成员 凭着经验 云戴英不得不承认 良心无法成为 社团组织的根本性存在 以良心为感召的 个人道德 在组织的建设中 是必要的 但是作为维系组织 存在的方式 却是脆弱 最后云戴英 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说 我说现在最应注意的 是要打破人的中心 建设主义的中心 从人为中心 到以主义为中心 这是云戴英 从失败中得出的体会 进一步来说 这意味着一个社团组织 需要一个信仰 而这个信仰 必须要从一个形而上绝的 自我意志 转向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 无独有偶的是 1920年11月 同样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也在办文化书社的毛泽东 就胡旦问题和新民学会的问题 在给罗章龙的信中 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在这封信中 毛泽东明确的说 主义就好比一面棋子 棋子立起了 大家才有所指望 才知所屈服 到1920年底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倾向于认为组织需要主义 1920年7月 少年中国学会在会议上表决 是否需要主义的时候 主张不要的只有6人 要的达17人 一件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成员 如刘仁静 邓中夏等人 均认为学会应该有一个共同主义 就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王王奇 他主张应该进行长期的社会活动 反对政治活动 他一贯的态度是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思想行为 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 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各种主义的能力 非先有一番预备功夫不可 那么在会上呢 孕大英例如调和 他提出我们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义 只希望大家中求一个最小限度的一致 这个时候孕大英意识到主义已经不可以避免 并且他将会最终撕裂少年中国学会 所以呢 他提交了一个议案 一案中提到 学会前途的危险应讨论如何决裂 孕大英认为与其将来无组织的分裂 不如为有组织的积极的计划的分裂 可以看出来 五四时期的社团不约而同的都已经开始对主义重视起来 皆是看到了他的团体中所产生的凝聚力 与充当主心骨的作用 孕大英深知少年中国学会距离分裂之日已经不远了 同时他所领导和组织的互助社 内部也开始分化 与孕大英西要好的互助社成员黄复生 早已在1920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武汉支部 另外他的好友于家菊与陈启天开始倾向于国家主义 孕大英他也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到底应该选择何种主义 虽然五四时期是一个主义泛滥的时代 但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 孕大英最早清新的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五四时期很多的知识分子和社团 都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孕大英从1913年起就开始对无政府主义 非常的欣赏 互助社的名字也来自于无政府主义的启发 在1919年与少年中国学会接触之后 孕大英开始有机会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实践 所以他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文章 来宣扬无政府主义 如世界的根本改造 为什么要私产制度 新村的期望 未来之梦等等 正是他所参与的无政府主义实践活动 其中包括参加攻读互助团 成立立群书舍 创办俊新小学等 最终证明无政府主义行不通 另外一个选择呢 是自由主义 孕大英似乎很早就把自由主义排除了 因为他一心所想的便是伺候社会 改良社会 然而在社会革命的时代 自由主义仍然努力地进行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 这与孕大英想做实事的秩序 相杀甚远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主义 但是在孕大英的眼里边 国家不仅没有永久的真实价值 而且经常扮演着离间人的恶魔 这实际是无政府主义 对孕大英潜在的影响 最终呢 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 孕大英实际上是慎重的考虑了很久 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 1920年秋天 受陈独秀直托 他翻译了考自己的阶级斗争 而那好友刘仁静和黄斐生 也是最早加入中共的人员 1920年秋 包会僧受陈独秀的派遣 回武汉协助刘伯锤 组织中共武汉临时支部 也曾经打算发展孕大英 加入共产党 孕大英不仅拒绝了包会僧 而且他还断绝了 与中共武汉临时支部的建立者 董碧武陈谈秋的联系 因为他不赞同 他们把政治活动 看得比修身还重要 直到1922年前后 孕大英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中间一年左右的时间 正是孕大英最为痛苦的时候 这也表明 他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 作为自己的主义 并非是一时的兴起 最初孕大英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 主要纠结于两点 第一个是阶级斗争 尽管他翻译了考斯基的阶级斗争 但他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 他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唤起 劳动阶级与资本主义的侠愿 是劳动阶级为了个体的利益 联合抗拒奋斗 说到底 劳动阶级与资本主义一样 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并非是追求全人类的幸福 第二点是革命 在韵戴英的思想里 革命意味着流血与恐怖 他的判断是中国需要建设 而非破坏 他曾经与刘仁静长时间的争论 流血革命是否应该 刘仁静深信要流血 那韵戴英有一个底线 不热心革命 也并非绝不参加革命 但这是最后的手段 此种主义不行 那种主义也行不通 从韵戴英之前的文字 和别人对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 他的性格极为坚韧 进取轻易 不露出彷徨 消极等负面情绪 但是在1921年5月 他罕见的连续的表露出了这些情绪 他曾经给在德国的 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 王王奇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这种彷徨 信中他这么说的 昨天默然想起来 这魂魄还不曾有个地方安放 这飘零的生活 令忠心美绝畅往 我代要不努力 眼看见许多天使一样的少年 一个个像我这样的 堕入结账 我代要努力 这罪孽深重的人类啊 又处处打消了我的力量 是我对不住人类吗 是人类对不住我吗 我愉快的灵魂 一似乎感觉痛苦了 这似乎是我听见了 我灵魂的衰唱 我知道我应该努力 但我应该有更合宜的 努力地方 但是这更合宜的 努力地方在哪里 这种彷徨的态度 在韵乃英有限的 36岁生命中极为少见 121年7月 护主社举行年会 决定成立共存社 并以积极切实的预备 祈求阶级斗争 劳农政治的实现 以达到圆满的人类 共存为目的 作为奋斗目标 共存社明显的具有 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那这个时候 云太英也开始抱着一种 尝试接受的态度 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 云太英 他尝试马克思主义 最关键是在寻求一个答案 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能不能支撑团体 他能否有效的组织团体 因为只有 有了行之有效的 有组织的 并且有坚定信仰的团体 这样才能为国家和民族效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考 使云太英 成为第一批 也是最早几个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信仰 可以使得中国共产党 成为最有效率 最有凝聚力的政党组织 云太英很早就说过 牺牲己见 服从团体是必要的 我们总要记得是为党纲 然后我入党 我们绝不可人人勇士 只讲独立自由 一盘散沙 我们为社会做事 为人做事 处处有牢狱死亡的危险 我们应 时时有牢狱死亡的预备 难道我们不可以说 不正是因为有这些 愿意服从团体 愿意为组织献身的人 才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道德形象 成就了中共组织的高效性 在开始研究和接受 马克思主义之后 云太英领导下的 立群书社 也就成为了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由于立群书社 致力于介绍新思想 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所以书社规定了 自己的经营范围 代售武汉不易购买的新书和杂志 代售有名的日报 兼售西书 代定不易购买的各项书报 由于坚持销售 对于改进事业所需要的书 所以立群书社 经销了不少 受读者欢迎的进步的书报刊 诸如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入门 社会主义史 新青年新潮 共产党武汉星期评论 湘江评论等等 因此立群书社的影响越来越大 吸引了很多当时追求进步的著名人士 1月20年上半年 就有李汉俊 雷继棠 董碧武 陈潭秋等人到访 书社开业之后 大律师施扬 义务担任立群书社的法律顾问 大汉报记者萧楚女 表示决心投到立群书社的麾下 开创宣传新文化的事业 同时立群书社还出版了书社自己的白话文刊物 我们的和后注 实际上立群书社 这个中国革命青年心中的胜地 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1920年初才开业 在1921年6月7日 它就彻底停业了 停业的原因呢 是因为湖北独军王湛元的陆军第二师 在武昌发生兵变 立群书社在兵变中毁于一具 损失殆尽 自此呢立群书社自行停业 虽然立群书社只存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但是它对中国革命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 立群书社就是南方革命青年心中的一杆大旗 而这杆大旗的长旗人 就是英姿勃勃的运带英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 运带英就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结合的探讨 那么他做出了哪些 主要有成效的贡献呢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 对马克思主义